各位觀眾大家晚安 歡迎收看股市氣象台 我是顧得歐顧高博捷 連續兩天的小回檔 每天都下跌十幾點 那有投資朋友問我說 高博總 現在大家都看內資 說這個行情是靠內資在主導 那到底現在外資跟內資的對抗 到底誰會贏 基本上我比較傾向於你要看外資 你也知道基本上外資的部位最大 所以你要看的是外資的動作 而不是內資的動作 內資的動作可能是在特定個股身上 但是外資它都在全資股身上 所以大盤的漲跌又跟這些全資 有很大的觀念性吧 好 現在外資開始連續 已經出現了一個連續的賣鈔動作之後 其實今天應該說禮拜一的行情 你看起來才小跌19點而已 如果這個行情 今天的行情 不是靠金融股跟台積電在撐盤的話 裡面的結構基本上是看起來是跌超過50點以上 如果你有在看盤的 你應該知道我要跟你講什麼 好 我們來進入一個主題 也就是說這個行情基本上我花了一個 上個禮拜花了一點時間說 在這位置上基本上是一個怎麼樣反轉 整倍回檔 我上禮拜我說整倍回檔 好 今天有啦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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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點回檔 你會覺得說沒有很明顯 小回檔 開高走低啦 好 我上禮拜有跟大家講一件事 就是說 請記住這一點 大跌之前都是上漲 我要請你看 好 你記住了 這一句話要記好 不管怎麼樣你把筆記寫起來就對了 好 因為這裡面的結構性 我已經透過了前一個禮拜 一一的跟大家講清楚 我們不浪費時間再繼續跟你講 而是說基本上很多人問我說 看到我覺得說我講這個行情要回檔 基本上是討人厭的 我不太喜歡聽 但是又很喜歡聽到底接下來會怎麼走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狀況 好 來 這個行情來到這裡 基本上量開始縮了 也就是說這個行情8501 我們這個位置上有建議大家說 這地方會反彈 那我也進去搶多段 但是反彈到1分之1之上 來到這個9047之上 我說這個地方我不買股票 我不能媚得良心叫你一直買股票 因為來到的封頂區本來就應該怎麼樣 獲利下車甚至反手不空 因為空投格局還在進行當中 好 那今天的盤勢基本上是靠金融 那我請你回想一下 上個禮拜一二選舉完的時候 殺的是什麼 金融 但是短短的幾天之後 可能彈上來你又忘記了 我請大家注意 這金融類股指數 這個大量的低點 未來還會跌破 因為量價不會從此到底的話 這個它是因為慣性跌下去後 會有壓縮反彈 那反彈它進入這個缺口區之後 它的量縮掉了 量縮縮掉 可能不是馬上 但是我覺得明天的機會滿大的 明天要反轉的機會很大 明天可能換金融了 不要看今天是盤面上金融在撐盤 明天就換金融了 那有一個現象 盤面上有一個現象 稱金融出電子 今天盤面上 稱金融出電子 出哪一支電子 我等一下跟你講 而是說 那代表說 那是不是電子不會跌了 不是 是金融接下來會跌 電子還會繼續跌 因為外資的賣超不會只有一天而已 好 來 既然金融我談完了 你要注意就是說 反彈進尾聲的 明天開始換金融回跌 換金融回跌 你要注意這個大量的低點 還會再跌破 那電子呢 今天跌什麼 今天跌電子 這一根中扛黑 意思說今天的跌勢是在跌電子 那電子裡面 今天跌了哪些股票呢 來 這叫聯發科 我還是跟他講一句話 我不太喜歡放馬後炮 因為我覺得放馬後炮的節目 對投資的人來講沒有幫助 今天你看到大跌 今天你看到大跌 很多人還跟你分析 很多人跟你分析 哇這個今天它跌多少幾% 超過3% 然後跟你談什麼 談說因為聯發科 營收下滑之類的 你今天看到這個 禮拜六的消息 才跟你談 基本上 不太營養 對你沒幫助 因為都已經跌了 才跟你講 但是要事先跟你講 我上節目不會空口說白話 都會留證據跟你講 而且在電視上直接講 我說到了你來驗證我 每一個 你檢驗每一個分析師 你就是驗證他每天在節目上 是不是有告訴你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 如果之前都沒講 今天開始講的話 那個叫馬後炮 那個就 基本上你參考就好 那種節目你不必看 而是說 今天看到這一根長黑 灌破季線的時候 事先提醒你避開喔 誰事先提醒你避開 我這一段時間 我對聯發科完全沒有閃避過 因為這一段的下跌 我請大家避開之後 當我認為有反彈的時候 我也告訴大家會反彈 但是反彈差不多的時候 我跟你講說 第一個空點在這 好他回跌的時候 反彈還是空點 為什麼 因為我們有我們的邏輯 我的邏輯在 我的邏輯是什麼 我的方法是什麼 跌破季線反彈季線 找賣點 這叫葛蘭幣八爺理論 有沒有 好他底下我跟你說 反彈還是找賣點 我這一陣子來 我花了很多的時間告訴你說 就算他漲上來 我還是跟你講 我還是跟你講 八爺又來敲門了 我都跟你講八爺又來敲門了 他應該是賣點跟空點 我完全沒閃避過 10月27號 我說他跟大盤同步沒錯 但是這個K線是一個流星的K線 基本上即將反轉了 但是你看到 是外資在買 我直接建議他 此時不空你更帶核實啊 這個價位 最高來到472.5 收盤是465 465 好 上個禮拜五 我再提醒一次了 你看得懂 你絕對知道說 有一個人 一直告訴你說 你要避開一些個股 尤其是這種指標性的股票 12月5號 上個禮拜五 我說 你不要忘了9月時 我的提醒 當時我9月提醒大家 你要小心 外資砍殺 你要記住 當時的環境 我說 他要開始回黨了 我12月5號 告訴你要開始回黨 你要記住 當時外資怎麼殺 法人怎麼殺 聯發課的 我12月5號 再次提醒你 這個消息 這個消息 禮拜五收盤 滿出來的 但是我透過技術分界 我可以領先知道 後面有利空出來了 這就是我們做 金融行業的價值存在 也是你加入 我們行業的一個價值存在 我就是透過技術面 告訴你 會發生什麼事情 當你今天看到了 大跌22塊 來到436 最後收盤是436塊的時候 我這一陣子來告訴你說 指標股指標聯發課要注意 但是我今天做一件事 當大家在考論這件事情 都沒賺到他錢的時候 我做一件事情 來 我今天做一個動作 我這個463放空的 跟443放空的 我掛尾盤喔 收盤的時候 最後戳合是掛439進去 結果戳合點是多少 我就是在最後5分鐘交易的時候 我請我會員掛 保留破斷單 但是第二筆第三筆回補 結果成交436 看好 分析沒有用 要賺得到錢 要真的做動作 那個傑斯的動作 要架式要拿出來 你才賺得到錢 但最怕是你做錯方向 做錯方向 好 今天在討論這個事的時候 連發哥下跌之後 來 我跟大家講 你錯過了空點 我今天稍微回補 我是等待下一次放空機會 我保留破斷單 我等待下一次放空機會 你沒有跟上的 你還有一次機會 還有一次機會 要怎麼把握 等一下廣告中的電話撥通就對了 來 今天還有一檔股票 你不要看小鐵十九點 在殺什麼股票 這個 鴻海 當今天大家在討論 哇 什麼季線向下 我發現有人在 跟在我後面講什麼 講了這一張 八野 非常歡迎 但是你落後我了 好 而且我不要放馬 我覺得 放馬後炮 我沒意見 但是 你要賺得到錢 十一月三號 誰能夠提醒 事先提醒你 我說這叫右肩形態 我還是花了很多時間 這一陣子來 十一月二十四我說 八野要準備出招了 十一月二十八號 選舉前的時候 我告訴你下周 八野要出招了 講這樣子會得罪人的 當你看到今天 往下破的時候 每個人都在彈的時候 外資在砍的時候 外資賣超第一名的時候 誰能夠事先提醒你風險 當大家都在討論它的時候 我請你記住 不要追空了 不要追空 要空要等下一個空點 有反彈機會 不要追空了 這就是你看節目的價值 如果你看一些馬後炮節目 我寧願你不要看 我寧願你不要看 好 那今天 我 來進入下一個議題 講得太 現在 今天的內容太多了 我要趕快花一點時間 跟他講 當你看到了 鴻海 聯發科下跌之後 請大家避開 蘋概股 記住 請避開蘋概股 怎麼說呢 來 蘋果這一根 那天爆跌 有個大量 你要記住 這個低點還會再跌破 如果它開始往下跌破的時候 會影響台灣的什麼 蘋概股 懂嗎 好 再來 今天大力光補寫消息嘛 營收創八個月新高 意思說這是利多耶 但是為什麼會這樣 當大家都在討論的時候 他今天向下跌的時候 我上個禮拜五有跟你講 小心利多出境反下跌 我跟你講還沒跌的時候 我跟你講 好 請記住 沒有永遠的股王 通常啊 這些股王啊 也就是說 在股市當中的股王 通常那個最好的賣點 在營收最好的時候 空碟也在那個時候 當這樣 我未來有時間 我花一點時間跟大家講 大力光 未來會怎麼走 但我今天的內容比較多 那我們先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跟大家談一個其他的部分 好 病菌的傳播總在無意間 下班後享受幸福時光的同時 別讓病菌無意間 也危害自己最親愛的家人 用肥皂勤洗手 守護最親愛的家人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固德投顧都有期貨 股票 雙正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金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憶 固德投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正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金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蜜的投顧 固德投顧 頭痛 僅用五分鐘 平價婚禮 頂時享受 幸福就從一朗開始 關於幸福等待 就像是我倆人生故事的前導片 給你一場高貴不貴美麗回憶 老店新開 風華再現 一朗以全新面貌為名鼓 最記憶 相用記憶 五分鐘 股市 股市真的是一個非常險惡的地方 如果你看報紙做股票的話 你很容易 很容易 我想說很容易 財富被重分配 來 禮拜六月有個消息 這家公司 營收怎樣 創新高 續創新高 你看這個利多 來 今天下跌了 怎麼會這樣 這股票 也是我這一陣子來 一直跟你追蹤的 當你今天看到下跌的時候 我有提醒你 當你今天看到下跌的時候 這一陣子以來 我沒有閃躲 我告訴你什麼 就算我空的比較早 好 當時這拉一個紅幫上來 來到263 但是我告訴你 大量低點還會破 請避開 來到這裡的時候 我還是跟你講 我的道理理由是 技術面告訴你 修正復乖離 就算機器人復乖離 會告訴你 在上個禮拜我告訴你 指標背離了 還會再破 所以今天為什麼下跌 今天有利多消息 為什麼會下跌 你啊 最好是能夠透過你的工具 你的工夫 你的技術分析 而知道說 不管它放什麼消息 跌破季線反彈 季線找賣點 懂意思嗎 那你就不會受到市場的影響 看這個消息 你跳進去做錯方向 哇 今天下跌 那是有可憐的你會緊張啊 我一次談 這陣子來 可憐也是我這一段時間 一直操作的 不管是下來 或搶反彈 或再放空 這都是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股票非常好操作 只是說接下來你該怎麼做 可憐的一個價差 你要怎麼去把你的價差 創造作最大的利潤 而我的會員都很清楚知道 接下來我們要面臨的是什麼 我們要迎接的是什麼 現在還來得及 如果你想跟著我們迎接 那一個很大豐收的 累積財富的那一段的話 我誠摯的邀請你 趕快跟上我的行列 來 今天有一檔股票撐住大盤 叫台積電 但是我請大家注意 他的上升趨勢線跌破之後 在反彈回測的過程 然後量縮 之前為什麼會跌 是因為量價背離 你要記住 雖然今天撐住了 但是又盡量說 小心他即將表態 他即將表態 當台積電 開始外資賣下來的時候 大盤會怎麼樣 這個我上個禮拜 已經跟大家講過了 最近有一個事情 大家很熱烈的討論 叫陸股 說實話 我很久沒跟大家討論陸股 是因為我覺得 陸股跟台股有什麼關係 陸股最近又 應該講漲翻天 但漲翻天跟你有什麼關係 跟台股又有什麼關係 這五年來 應該說這五年來 全球股是大漲 陸股根本沒漲 但現在大漲跟你有什麼關係 我一直看不懂 為什麼投資朋友 一直在討論陸股 是要找尋安慰劑嗎 陸股漲跟我們來講 是一個相反的 陸股漲我們的資金會排斥 會被排擠到大陸去 怎麼會是利多呢 所以大家不要找安慰劑 懂意思嗎 但是我要跟你談的是 當外資全面樂觀的時候 你要小心是最後一棒 陸股 因為上個禮拜 發生一件事情 我要趕快跟大家講 來 外資落跑 A股上週 撤了178億的港幣 你要注意 相當於600億的台幣 是創下九年來 最大的單週 那個外資側資的一個數量 好 這重點來了 這麼大的量 是誰拋給 拋給散戶 這麼大的量 誰供應籌碼 我這樣講 你應該聽得懂 意思 所以陸股 不要再問我陸股了 陸股這部分 基本上 你聽得懂意思就好 而是 我們要關心我們台股的部分 陸股跟我們一點關心都沒有 你又不買陸股 你是買台股耶 請記住 現在有一個類股 我要請大家注意 我得到第一手的訊息 它叫低瑞 來 華爾科 當時 我們在這高檔放空 我相信你還記得 我當時跟你講這一段要避開嘛 他也進行了ABC的反彈 我先跟你講產業的訊息 最近 低潤價格在跌了 為什麼 我從我的朋友裡面 產業的朋友了解到說 需求已經不正 需求不正 你要注意這一點 但是股價 現在沒有人跟你談這個 那你要記住 從技術面跟你講 它這個第一波下跌之後 也進行了第二波反彈 ABC的反彈 那C波的反彈 過了A波的高點的時候 它出現了量價背離 這個高點過這個高點 形成量價背離 好 那就又跌破了 你要記住 你要記住 通常股價經過ABC修正之後 它未來 一波二波之後 還會有第三波 那一波的三波 會比第一波來得震撼 你要記住 那什麼原因導致 它會進行第三波 那個原因 也是在第一波回檔的時候 我告訴過你 你還記得吧 7月4號 我在東盛節目告訴你 跨哥要回檔了 因為假突破 量價背離 我當時就是這樣子 進去放空 我在東盛的節目 我告訴你 理由是什麼 理由是因為 我看到了三星在 大量量產 會遭遇什麼 但是當時的環境 大家看到是利多 主力出貨 不會跟你講利空 都會講利多 當時是什麼 哇 說華亞科賣一顆 賺一顆 當時老闆又跟你講 哇 甚至還會缺貨 然後請教一下 當時時間是多少 來 7月4號 還會缺貨 請教你 過了 一季了 有缺貨嗎 所以股市的險惡 遠超乎你的想像 懂嗎 所以你要把紀錄分析 學好你就不會怕 那我當時跟你講說 會重演什麼事情 因為我在股市當中 將近20年的一個超滿經驗 我看到當時的低潤 老一輩人 你一定要知道 我在跟你講些什麼 這個 我看到這個 大量量產 三星 第四季將大量產出 那會怎麼樣 好 當那個段 你記住喔 當這段跌下來的過程當中 很多的利空都來了 有沒有 好 9月1號 10月7號 這個利空都來了 好 在下跌的過程當中 利空都來的時候 但是我跟你講說 我們雖然這邊空 我們認為基本上 要反彈 好 要反彈 那 空頭不會一路跌 是會跌身後反彈 再跌 那 反彈到這裡的時候 我要告訴你一件事 這一段的利空下來的時候的 導致它下跌的利空 它並沒有改變 而是你的心在改變 而是你會看到股價上漲 看到股市還在這邊9000點 你心在改變認為說 真的有這麼慘嗎 真的有這麼糟嗎 如果你跟我一樣 經歷過低潤的大起大落的話 你一定知道 我要跟你講些當時環境是怎樣 我當時跟你講 2010年當初 三星擴廠創下它史上之最 就是紀錄 當時它這樣擴廠 導致台灣的低潤廠全部躺平 為什麼 因為大量產出之後 需求跟不上的時候 大量產出會怎麼樣 價格一定會崩跌 它的顆粒價格 低潤價格一定會暴跌 那一暴跌會影響什麼 獲利 會影響市場殺價競爭 結果最好的證明就是 低潤價格一路崩 從3塊錢跌到1.5塊 腰斬 當價格腰斬代表獲利 低潤廠商的獲利一定也被腰斬 甚至是賣一顆賠一顆 那請教一下股價會怎麼反應 當年華爾科就從這裡 砰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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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砰 一路跌 跌到各位數 跌到各位數 百二幾塊三幾塊 跌到各位數 好一點的美光 砰砰砰砰砰也是暴跌 所以說當這個行情應該是說 這一段在跌什麼 就是已經開始反映了明年後年 各個低潤大廠在大量產出的 那一個利空消息 我已經拿到第一手消息了 市場的需求不正 你要注意喔 現在不會跟你講 當你看到的低潤價格在跌的時候 你就會知道我要 我現在跟你講些什麼 產業面已經跟你講了 大家都在用SSD了 誰要用低潤 需求不好喔 你要注意喔 連自己的業者都說 慘了 他們要面臨寒冬了 好 那當然股價跌升反彈之後 這一段我們有進去搶 但是這一段我沒有進去 而是我要等待空點 那我今天也開始進場了 你要記住 這一段你沒賺到的 放空你沒避開的 或者是你套來上面的 你要把握這一次的賣點跟空點 因為大三波一定會比大一波來得大 來得大 回想一下 當年美光怎麼跌的 當年華爾科怎麼跌的 或許人跟你講 哇 EPS今年華爾科今年會賺幾塊幾塊 那個都過去了 限量反應是未來 反應是未來 請聽好 反應是未來 怎麼做 如果你會緊張 你會害怕 不知道怎麼辦的 或者是你真的 想要儲你手上股票的 不知道怎麼賣的 或想跟上我們怎麼放空的 我幫你找買賣點 我幫你找那個空點 如果你有需要的話 等一下廣告中的電話 都有限賬夫人 為大家做一個服務 本公司與所推薦分析之客 也有大證券 無不當制裁物利益關係 以往之績效 不保證未來獲利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純聖評估 並自付投資風險 好 誰說了三 我是物流專家 讓全球熱愛MIT產品 我是Dr.Beauty 讓世界都變美 我是Happy達人 讓香蕉筆變成抗銳力保健食品 自由經濟示範區 才是台灣的潮 既在地又有競爭力 一起炒吧 投資是門專業的事業 也是門良心的事業 固德投顧 都有期貨 股票 雙振兆 是您投資獲利的最佳夥伴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專業的投顧 固德投顧 用心 用心 還是用心 是固德投顧給會員最大的保障 也只有用心 才能為會員創造最大的財富 免費資料索取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用心的投顧 固德投顧 當您投資失利 求助無門的時候 別失憶 固德投顧 秉持良心經營 專業投資幫助您 擁有期貨股票雙振兆 使您反敗為順的最佳利器 入會資訊專線 02-2578-3000 2578-3000 最甜蜜的投顧 固德投顧 學密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俄牌氣密窗 2987-1111 下沙下沙只要四折 烘天雷買一送三感恩回饋大放送 即日起參加烘天雷終極食物班專案 讓你可以學到烘天雷的關盤技巧 逐步掌握操盤金鑰 了解更多請速播 02-2365-3255 最欺負 先用欺負五分豬 大家都知道我喜歡表演 但其實我更熱愛運動 教育部體育署憲政大力提倡全民運動 並積極推動各項便民政策與設施 縣市鄉鎮球類競賽 讓你做這個運動盤感情 免費體適能檢測服務 讓你注意體適能狀況 9月9號全台公共運動設施 免費提供民眾使用 運動99健康99 體育署邀你一起來運動 森田藥妝高純度玻尿山面膜 森田藥妝 鵝牌氣密窗專利複合式導塊 學密性能超越國家標準3.5倍 鵝牌氣密窗 大王熱騰 2987 1111 剩著一個我 還有千千萬萬 Medar commissioned 用环境清洁 清除积水容器 才能免除登格勒的威脅 啊 毁了我的家 就没有清洁晚安到我了